由于对流渔系发展旺盛 新北市下午下大雷雨 雨市也造成三重区的仁爱街一带 在晚间的七点半传出了积水的灾情 这个积水几乎快要淹到便利商店了 相关单位紧急在这边放上三角锥 提醒用路人要特别留意路况 索性积水的情形已经消退 积水淹过整个便利商店人行道 机车通通泡在水里 街道变成一片汪洋 连轿车经过都溅起一大片水花 相关单位赶紧放出三角锥 提醒民众要减速慢行 便利超商旁的人行道 满满淤泥以及垃圾 附近民众表示当时水真的淹得很高 而且几乎逢雨必淹 积水的地方就在新北市三重区仁爱街一带 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在晚上七点的时候一度下起暴雨 造成道路积水情形 而气象局在六号晚间针对北部 以及中部一共七个县市 包括双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和台中市 发布大雨特报 提醒民众要慎防剧烈降雨雷击 甚至要防九级以上的强阵风 天气不稳定民众也得多注意 记者三门人张远杰 新北市台湾报道